透过多元材质的创作 展现服装与空间的对话 群英会《谬师》的午后特展 打破传统展示艺术创作的展览方式 这次将艺术家本人作为展览的一部分 邀请十位女性艺术家连妹走秀 在伸展台上演绎她们的创作与肢体语言 呈现丰富精彩的视觉享受 艺术家他们本身除了在专业的领域之外 他们诗底下有很多潜在的一个才华 是没有被发现的 那我的目的就是整合这些艺术家 把他们诗底下 譬如说他可能对服装设计有兴趣 可能对肢体是有兴趣的 可能对音乐他是有才华的 只是他每次展出来的就是板画 还是雕塑还是水彩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 那我整合了之后 我们就变成跳脱原来的创作的方式 然后挑战一个完全新的材质 才有这一场所谓跨领域的一个展演 其实这个还要有勇气 在邀约的时候很多艺术家 他或许他不习惯面对观众 所以你必须对自己的肢体 问题是你对设计来讲 色彩我们都很OK 这个都不成问题 可是当提到肢体的话 比如说我们十个里面少数几个对肢体是比较有把握的 或许他们有做过瑜伽 有学过跳舞 那其他就是可能运动都没有 那可是你必须上台 你就是要有肢体嘛 那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 也不是个别 就是共同参与 然后给彼此一个意见 那慢慢去学会说 如何走一个台步 还是说展现自己的一个肢体 群衣会谬师的午后策展人林丽华 透过多元材质与另类服装思考 展开肢体与服装 服装与空间的精彩对话 史方新闻 黄惠璐 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